这种绿是非常诱人 这些房子真的背山面海 一流的风水 这里还有一排排的小屋子 哈喽 如果以后有机会在这里住上几天 会很好哦 太美丽了 这里是瑞士一个小镇 叫隆江小镇 大家看到山顶很多房子 是没有电的 是当地的瑞士的原居民 里面的牛吃东西 那些不是人主张 Loleta想留下來做個牛 做個曬太陽的牛 真天牛 對曬太陽的牛 又不是生涯的牛 水式的牛 幸運 瀕瀕瀕瀕瀕 哎呀真的瀕瀕 愛不到人 瀕瀕瀕瀕瀕 我看不出那个感觉 哇 哎呀 很好很好 哎呀 好漂亮 这是房车 看看 房车区 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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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在这里住一下 露营区 这个好小的绣球花 这些很有特色的房车 是由房车改成的 应该是 露营 露营 camping 哎 有人啊 看看 哇 好舒服 哇 在这里住一下就更好了 哇 非常平静 宁静 这些小屋子 真正的 背山面海啊 这些真的 真的可以说 365度 没有死角 任何地方看都这么美 没有死角 任何地方看都这么美 谢谢 这里是瑞士 龙江 在看到土水非常清 非常非常清 山上很多原住民 听说是连电都没有 是他们自己选择 不用电 保持这个原生态 他们不懂得看吗 他们不懂得看吗 他们不懂得看 这个全部是房车 非常漂亮 这是小小的 由房车组成的一个小部落 非常舒服非常好 这是我们的爸 这是我们的司机 这个导游 哈喽 这是我们司机 这是我们导游 团友们 哈喽 团友们 哇 太好了 走出来 世界就是你的 只要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